女孩有张陶瓷脸 人们都非常喜欢 而她却不想要 演唱会这天 她当着粉丝的面 拿起话筒 框框就是几下 顿时碎片掉了一地 嘴上则多了个身不见底的大洞 可即便这样 真正的脸依旧没有回来 原来小美是个正常人 可因为不会拒绝 即便男孩打翻了自己心爱的鱼缸 她依旧微笑着说没事 这天一个人逛街时 突然被星探发现了 说她是最完美的脸 笑起来就像玩偶一样 非常适合搭偶像 随后给她拍了宣传照 没想到刚已上市 人们都非常喜欢她 纷纷剪掉头发 争相模仿起来 而微笑保持气 更是一度卖断货 出门时受到粉丝的热烈欢迎 这天她想约闺蜜出来喝茶 没想到被拒绝了 还在背后说 她整天就会假笑 根本不知道哪句是真心话 小美听到这些 非常伤心 把马桶揣子怼到脸上 想撕掉这张伪善的面皮 可惜失败了 随后接到经纪人的电话 让她参加演出 她又一次答应下来 可过隧道时 恍惚中看到之前死去的鱼 她下定决心 一定要改变自己 当演出时 看到台下热情的粉丝 她拿起话筒 对着嘴框框就是几下 吓得粉丝们哇哇大叫 此时嘴上出现个大洞 真正的脸还是没有回来 可粉丝非但没有嫌弃她 还觉得她很真实 更加喜欢她了 同款的口罩更是成了热销款 你说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女人在悬崖上睡觉 醒来后脚一滑 差点掉下去 幸好扶入了牙壁 应经一看 这竟然是个光滑无比的曲面 不可能爬上去 突然下面传来怪兽的嘶吼声 在阳光的照耀下 石壁有70度的高温 能瞬间把人烤熟了 她慢慢收回左脚 深吸一口气 把左手放到右边 想翻个身 可刚一用力 脚下一滑 差点掉了下去 把她吓了个半死 缓过这口气后 觉得手有点疼 抬起来一看 窝了个乖乖 上面血漏模糊 都粘连到一起了 她往衣服上蹭了蹭 清除血迹 顿时传来钻心的痛 随后把手放到石头上 抬起左脚 双臂一用力 慢慢向上移动 这才觉得舒服些 她只能一只脚着地 因为另一条腿 早就没了知觉 抬头望去 对面悬崖上出现两条血迹 而上面的人早就不翼而飞 看来多半是掉了下去 这给她造成不小的打击 只好闭上眼睛 深吸一口气 调整好心情后 还想继续向上爬 可惜又滑了下来 不知为什么 对面牙壁上的血迹越来越多 正在这时 突然下起了大雨 牙壁越来越滑 她差点掉下去 为了增大摩擦力 她把手伸进怀里 掏出纯金项链 在手上缠了好几圈 随后用力一拽 扯断项链 然后把手放到牙壁上 等第二天再看时 牙壁上早就空空如也 你说 她是掉下去了 还是逃走了呢 打错针会有什么后果 男人非常痛苦 不停地抽搐 随后无数闪电劈来 光芒一闪 形成一道巨大的光柱 下一秒 就出现一个百米高的巨人 他看了看双手 这是怎么回事 正在他纳闷时 飞来几架直升飞机 围着他不停地盘旋 巨人眼中发出金光 飞机就发生了爆炸 晃晃悠悠落到地上 而下面还有无数坦克 正在发动袭击 巨人一低头 他非常生气 慢慢抬起一米二的大长腿 用力踢了一脚 坦克跟玩具似的 全部飞了起来 正好落到哥斯拉身上 发生了爆炸 哥斯拉非常生气 一声大吼 身上的背鳍亮了起来 发出绿光 随后一低头 吞出原子吐息 快速朝巨人射去 巨人反应非常快 一扭头躲了过去 紧接着脚下用力 冲向哥斯拉 随后一记左勾拳 打断了原子吐息 然后抓住脖子 手一用力 使出过肩摔 就把哥斯拉按到地上 而金刚非常兴奋 不停地垂着胸膛 他紧走几步 来到近前 开始了倒计时 最后宣布巨人获胜 如果真有这样的药水 你想不想尝试一下呢 酷酷的pose 这个稻草人成精了 他扭头看向胳膊 手一用力 绳子就折了 随后解放出另一条手臂 可还是动不了 原来腰间还系着绳子 不过刚解开绳子 他就趴到了地上 慢慢抬起胳膊 双臂一用力 撑起身子 可他还不会走路 于是向前爬去 爬了没几步 又一头塞到地上 随后双脚用力 把身子翻了过来 紧接着大腿弯曲 想站起来 可惜失败了 喘了一口气后 双臂用力 他就站了起来 突然一张报纸盖到脸上 定睛一看 居然失调招聘信息 于是拖着三斤重的身子 卖着优雅的步伐 来到一个工厂 他要找份工作 面试官问他叫什么 由于疯着嘴 他还不能说话 于是在胸口笔划了一下 让他出示身份证 可稻草人不知道那是什么 后面的胖哥等着有些不耐烦 抓住他的胳膊 稍微以用力 稻草人就转了过来 把胖哥吓了一跳 随后就把稻草人赶了出去 那他为什么要找工作呢 原来小美非常孤独 于是做了个稻草人陪自己玩 给他讲故事 教他吃东西 还一起跳舞 不过老爸还不起房贷 家里值钱的东西都被搬走了 他们马上就会无家可归 稻草人躺在地上睡觉时 忽然路人给了一枚金币 他非常激动 费马站了起来 还邀请女士跳一支舞 可跳着跳着 女人以用力 把他的胳膊拽了下来 这个稻草人正在跳舞 没想到女人以用力 把胳膊拽了下来 吓得人们四散奔逃 他捡起地上的帽子 戴在头上 慢慢转过身来 看到一家银行 于是走了过去 可老板看到他蒙着头 以为是抢劫的 偷偷去掏枪 稻草人一声大吼 枪掉到了地上 他捡起来后看了看 把枪口对准了老板 吓得他立马举手投降 把银行里所有钱 装进袋子里 稻草人见他这么痛快 放下枪 拎起袋子就往外走 可刚到门口 就听到一声枪响 他身子一震 胸口破了个大洞 老板还纳闷时 人就消失不见了 稻草人伤得很重 一拳一拐向家走去 这时刮起了发迹威风 三斤重的他 每走一步都很困难 小美发现稻草人不见了 非常着急 照了半天都看不到人影 突然地上刮来一张百元大钞 他急忙捡了起来 在屋前发现一个包 里面还装着很多钱 同时看到地上有很多稻草 他根据线索 一步步向前走去 终于在山坡下 看到了稻草人 小美问他 为什么不说一声就离家出走 为什么不敢看着他 稻草人这才转过身子 他面容憔悴 只剩下一只胳膊 扑通一声跪到了地上 随后伸出手 希望小美原谅他 两人紧紧抱在一起 突然稻草人没了力气 慢慢倒在地上 小美抓起稻草 塞进胸口给他疗伤 之后把他绑到十字架上 吸收日月之精华 终于他又活了过来 你想不想要一个同样的稻草人呢 在温柔 兙尔口 穴 敌 说 现在 在